妳是正妹耶 妳會有長相的困擾 我也是一個臭臉人啊 我若不孝的時候其實很兇 有人告誡過妳嗎 有 其實我小學同學 就寫個聖誕卡片給我的時候 他就寫說我們是朋友 但我就是覺得妳臉很轉 如果妳可以改掉這一點的話 我覺得我們會更好 對 他就在寫給我的聖誕卡片中 非常直白地寫這件事情 雖然已經是十三年前的事情 但是我依然永遠記得 對 那卡片內容 然後這是十三年前的事 但近期還有發生一件事 大概是三個月前吧 然後那一天我就跟我的好朋友 我們兩個人要去屈臣市買胃藥 因為他胃很痛 然後我們又趕著去上舞蹈課 所以就是路上都很擠這樣子 然後我們剛好遇到那一間藥妝店 在當日的日節時間 因為我不曉得那藥妝店有日節時間 他們日節是要15分鐘都不能夠結帳的 所以他們就會讓客人都 一直在他們的櫃檯前面排隊 排隊等15分鐘他們日節完 然後因為我不曉得有這個狀況 所以我站在那邊等的時候 我的臉就是很著急 因為我要遲到了 然後我上課來不及 我朋友又胃痛買不到胃藥 所以我就一直在那邊皺眉 然後一直張望想說 為什麼沒有人來幫我們結帳 但是我是沒有去跟店員理論說 為什麼要讓我們等這麼久 或者是有去跟任何人講這件事情 我都沒有 然後我就離開了 因為我實在等不及了 我就去別的藥店買味藥 結果沒有想到我回家以後 我的那個Instagram上面 就有人留言說 然後下面就有人留言說 你臉那麼臭 然後我就 是有多臭啊 對啊 這種壞 真的還 就是剛剛這樣 那是真的滿臭的 真的會生氣一點 真的會令人生氣 真的15分鐘的不及嗎 對 而且我要遲到 但是我沒有去罵他們 我也不覺得是他們的問題 結果我就在網路上發了一篇澄清 說我真的只是我很著急這樣子 結果那一間藥妝店的店員跑來 我這邊跟我的私訊留言說 對不起 不是他們 那兩個帳號 根本不是他們店裡面的店員 是路人看到 然後去留言 假裝他們是店員 然後還罵 這是無聊透了 真的 非常無聊 不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真心的覺得 你完全沒有錯在於是 擺臭臉如果還不臭 那擺什麼臭臉咧 什麼意思 不是 難怪我不是嗎 當你很不高興地擺了一個臭臉 如果你還是這樣 你就是個白癡吧 也不是啊 這個其實像 因為你是如果你沒表情 會看起來臭臉 可是因為像我們 因為我們常在電視上面 然後我們都是以笑臉式人 應該要講話 那有些時候 下班其實坐公司都聽音樂 你只是沒表情 就突然是這樣 對 很累 然後人家就失訊說 你心情不好嗎 你在生氣嗎 對 可是其實也沒有 所以絕對不能擺臭臉 物語類聚 沒有擺他自然就臭 擺臭臉就會遇到臭人 就會被臭批評 不是吧 我們 我之前上電視 我喜歡在那邊笑 有一個往生的藝人 後台問我說 沒事你幹嘛笑 我說人家觀眾 開電視看我 一定要看我哭嗎 你要哭你就哭嘛 後來往生了 那你講對話這麼氣要幹嘛 不是 不過是個觀眾 你那麼氣幹嘛 不要氣 大氣一點 我們先硬著大氣一點 我談得過生氣嘛 而且人家往生了 你就算了嘛 算了算了算了 這個就是上電視 難得五分鐘三分鐘 帶給觀眾一個快樂的約束 你就知道他往生了 不會在網路留言 你就敢講了對不對 他會脫夢壞 這個負面的樣子帶來 毛小溪你也被顯臉臭嗎 對 但我的狀況真的就是 因為我平常在節目上面的形象 就是嘻嘻哈哈 然後每天都很開心 哪有 你在形象電視上就一直哭啊 沒有 但是 什麼點都哭 但是就像我哭 觀眾看了也是一個 拜託他都哭得很好笑 他們是一個 傻不是臭臉 對 他們是一個 就覺得看我笑話的心態 然後平常我可能就笑嘻嘻 但是就是我 要是離開電視的時候 老實說我平常其實 我不講話的時候 我那個臉是 就很 就是臭啦 就我不講話的時候 人家覺得說 你在那邊兇什麼 然後我之前啊 就是跟我姐的朋友 就是他們一些男生朋友 就出去吃飯 但老實說 那幾個男生 我真的也不認識 那所以呢 我就是等於就 比較沒有辦法 像電視上那麼熱絡 可能又跟他們 就是開開玩笑或什麼的 我就臉很臭 然後就在那邊吃我的飯 後面我姐就說 我姐姐為什麼要那麼臭啊 是人家欠錢是不是 我說沒有 只是我也不知道 跟他聊什麼啊 為什麼我要就是笑嘻嘻 在那一院跟他們吃飯 他們覺得我很轉 然後後面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我也是 像我現在啊 我可能像是坐捷運 或是坐公車 我一定都戴口罩 因為通常很累的臉就這樣 對 就是沒表情而已 對 別人想說 你在起來 那你口罩是戴那種 有笑 一個笑的嘴巴那種 不是 都一樣 我倒是有 但是好辦法耶 就一般的口罩 至少人家看不到你的表情 就不會覺得你不高興 不是好像對於藝人的表情 都有特殊的要求 對 就覺得藝人其實不是一般人 我隨時看到你都應該是 我在螢幕上看到你的那個樣子 對 就是要異於常人啊 還有就是說 其實有些人的天生就是笑臉 他其實不笑也像在笑 比如說笑萬常 永遠看他是笑臉 對 微笑 對 對 我是叫微笑老修 他的臉就是一個笑臉 因為他的嘴角就上癢 比較癢 可是你當了名人或是公眾人物 觀眾就會對你有一個既定印象 對 所以我倒建議領領 你就把嘴角在那邊縫起來 什麼 往上縫 有沒有 你以為在演蝙蝠俠嗎 對啊 Joker 讓你永遠 人家是女生 沒有 我只要把口紅往上畫 就好 可以 還差好 可以 我平常也是啊 因為我也是表情嚴肅的人 對 你沒有表情說很臭 對 就沒有表情的時候 只是沒表情 我只是沒有表情 可是很多人都會很害怕 然後就以為我在生氣 會 對 包含我自己的小孩 以前問我說 媽媽妳在生氣嗎 我說沒有 我只是沒有笑 累了 對 他說沒有笑就是生氣嗎 我說不是 我只是沒有表情 我現在沒有什麼情緒 OK 本來不氣後來氣了 都被吻到氣 真的 被吻到生氣 都會很煩 沒有 真的啊 我有時候 所以有時候那個 很感謝導播攝影師 有時候都很幫忙 因為我就沒表情 真的拍起來就很難看 又有在生氣這樣 看起來真的滿氣 我好害怕 對啊 其實 覺得鏡頭拉開的時候 你應該坐在一台摩托車上 對 這樣 太帥 那我如果真的是聽不下去的話 那個表情就 很明顯 就會很 更 更明顯了 對 更臭就對了 就是 不笑就臭臉 所以我一直想像說 有時候鏡頭人家燈一亮 我現在習慣你知道嗎 已經燈一亮就 是啊 那這是什麼工作啊 然後一不亮燈 我就不用笑了 然後燈一亮 這其實是有點累 但是好像必須這麼做 明明是這麼高貴的主持人 變講是賣笑的一個工作 是賣笑 就是一個賣笑 就是賣笑 其實人家永遠保持笑了 我是不分日夜的 我連睡覺我都在笑 你為什麼 你是不是得什麼病 對 我就是愛笑啊 但是你自己... 你有因為你的長相遇過 委屈 這一點我是真的滿委屈 其實嚴格講起來 我只是 是嚴格的講法嗎 這有講法 你在講一面 只是不帥 不到醜的事 沒有 沒有 這樣沒有 Pretty Tide 真的Pretty Loose 真的沒有 對啊 那我那時候風塵普普 從嘉義提著行囊來台北念書 打工 我沒想到台北人心腸這麼壞 我那時候東早西早 我就看到有一家石頭火鍋店 然後我看外場的服務生 我在外面看 不錯哦 因為他們在那邊幫客人 火鍋炒那個牛肉羊肉有沒有 邊跟客人聊天 我就覺得這個外場服務生是OK的 適合我的 很親切啊 沒有 而且我看那個感覺氣氛都很好 那我就進去應徵了 我跟老闆娘講說 老闆娘我想要應徵外場的服務人員 那老闆娘就上下打量我 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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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場需要外型 對 外場不適合你 我說那我適合哪裡 你適合 內場 那好噴噴 所以你就把老闆娘那個動作學起來 變成今天的招牌 台北就是廚房 他認為我見不得光 所以我就去廚房 火鍋店的廚房多枯燥你知道嗎 不外乎就是把花枝碗切成兩半 對 好 有這麼簡單嗎 然後把那個牛肉塊送進那個切肉機 然後煮湯頭嗎 然後洗菜 對 然後蝦子除沙 對啊 那我覺得說這不是 這不是長久之計 加上錢又少 所以我就想說 朋友跟我講說 去酒店當少爺 你是個辦法 剛來台北嘛 不知道找什麼工作 先頂著 酒店當少爺OK 很好賺 因為我們白天要上課 晚上去 酒店當少爺穿著那個制服又好看 對 而且酒店都黑黑的 比較不容易看到他的人長什麼樣子 對 你怎麼講中我當時的想法 猜到 沒有想到他們沒那麼傻耶 真的嗎 我們排隊去應徵對不對 想說黑黑的應該帥或不帥 你也分辨不出 所以然來 你進那個interview的那個房間 進那個room對不對 你一進去以後 他開很亮 那個經紀人 Go 燈就亮了 哇賽 一亮然後就說 好狠哦 你這樣不行 然後他講了一個道理 你這樣不行 他說酒店少爺除了服務客人之外 很多時候是怎麼樣 酒店妹陪客人 有時候會心靈受創 有時候被客人欺負 對 所以少爺還兼具 療癒酒店妹的功能 要帥 要帥 酒店妹可能在這個包廂 在這個包廂被客人欺負 看到酒店少爺 你好可愛哦 可能心情就好了 他說 就受到惡度傷害 反正就難過 出來看到豬豬身 惡度傷害 所以我後來幹嘛 我只好去擺地攤 我們來看一下 他年輕時候的照片好不好 先看一下 其實還... OK吧 真的 真的只要把臉遮住 然後那個時候看起來 皮膚還不錯 OK 只有鼻子跟嘴巴 是人耶 最近... 對啊 看起來比較兇 最近網友瘋傳了一張照片 就是這張照片 他說... 我不想聽 他說我這個臉像同余燕 有沒有 所以他們給我一個封號 叫作嘉義同余燕 聽不下去了 你還是去幫他陳妍希耶 太好了 因為美人姐最近有一張照片 在網路上瘋傳被說像陳妍希 你知道嗎 美人姐 當時那個 你就沒有錄取了對不對 玉琳哥 我們今天幫你完成你當時的夢 就如果你當時 如果真的有去上班的話 對 碰到酒店陳妍希 你會怎麼樣 療癒他 療癒他 真的嗎 美人姐今天是一個小姐 我懂了 我們就坐時光機回到... 回到... 當時的這個酒店 二十年前,對 二十年前我青澀的少年 沒有問題 酒店陳妍希 沒有問題 玉琳,你怎麼了 你怎麼哭了 都欺負了是嗎 我不會喝酒,一直被罵 不要難過嘛 這個難免的 有些客人就是 壞壞壞 我幫你孩子他們 壞壞壞 妳要哭了 我送你一朵花好不好 葉子 葉子 花 小豬 給我笑了 他偷小豬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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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偷小豬的感覺